镂空灯笼和走马灯,摘自第681和682节细语导读。 架构一,具体的可被观察与体验的光影世界。 我们生活在其中,每一个线条就好比人生的路径, 自己在其间寻寻觅觅,无法被改变,只能追随。 架构二,中心镂空的球体,它是形成架构一的模板, 是硅程,是多面性的同时展现, 对其做出变更将导致架构一的整体改变, 驱动一切显化的光、圆,隐藏在不可见的更深层, 我们日常只是追逐着其投射出的光影而动。 在镂空的球内有一个天平, 两边各有一支不同粗细与质量的蜡烛。 当蜡烛以不同的速度或快或慢地燃烧时, 天平开始摇摆,带动了四周墙壁上光影的摇曳。 当有人经过或清风拂过时, 那摇摆更加显著,并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。 我们就是那墙壁上栖息着的小虫, 墙壁就是我们的天地, 光影的变形好似岁月的事件。 有聪明的虫子发现四季的风带来影的摇曳, 路过的人与世带来明暗的交替。 那是光子在墙壁上的撞击, 那是眼睛神经元内的脉冲电。 什么都想明白了, 就是不明白这光从何而来, 在没风没人的时候, 为什么就是侧不准光影的变迁。 而且遥远的另一面墙上, 对应的光影更是诡异。 我们这里往东,那里就往西, 我们往下,它就往上。 怎么会如此大的发生同步的纠缠? 两者间是谁在传递着信息? 走马灯。 蜡烛就是你的核心生命能, 它是有初始最大可燃预计值的, 火苗越旺,消耗越快, 当然也不排除风啊猫啊等意外令其熄灭, 或点灯人主动熄灭,另有他图。 蜡烛燃烧时,内在的各种特性就会轮转起来, 投影在四壁上, 好似有了生命与时光的流转, 在风向的影响下还时快时慢。 你看着那墙壁上的周而复始的日子, 好像没有个尽头, 但你却不知道里边的蜡烛还能燃烧多久。 一根蜡烛在四个方向同时投影出四个全然不同的你来, 同时运作,相互追赶着, 哪个是你呢? 都是,都不是。 基础意识单位自身是不受我们的时空限制的, 它可以同时在不同的时代与地点里, 担任着自己的显化职责, 而构成不同的事物。 你压根儿无法分辨出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, 其实源于同一个光源的不同映现。 就像走马灯中的烛火, 就一个, 但在整个房间里却上演着一处灰红的大戏。 各色人物粉末登场, 各自流转, 你追我赶地走过自己的路程, 并周而复始。